我的,琉璃仙境 進去啦 好,這樣 琉璃仙境 好,這樣就可以 這個原地在頭前 琉璃仙境頭前的火會有 蚵仔 所以現在琉璃仙境它已經往後退 所以這個蚵仔可以定位 好,這樣子 好,可以 蚵仔後面垂下來,這樣子很漂亮 我當這個直播在看好了 這個我怎麼會來開手播啦 看這個水 好 這個水草淘汰 然後 這邊 還有小掌的 那邊把它種滿 一掌 兩掌 就是兩掌 其實這個就是 水草,你這個炒下去 先水草草 它有騎到 這不知道有什麼技巧 最後還在捏那個手感 騎到哪裡都拖 算都叫菜輪都拖到而已 差不多了,這樣 有啦,琉璃仙境的感覺慢慢回來 後來那一掌 要來種這個 來,這裡再...這裡再種了 這裡 有啦,哎唷 直接幫忙叫跳出來啦 哎唷 大,你不要... 跳不下去啦 這魚鴨是要告白裂 今天又輸不起來耶 銅魚鴨是要告白裂 哪一顆葉死的 好驚 二碎 還好 過去啦 兩枝耶,咧 再一枝耶 這櫃真的不要學耶 我怕這個 水槍魚真的 這支最雜亂這支也好 這個先淘汰 這邊 把它移到後面 我現在剪了在刷後面 給它比較抖 剪脫起來 喔 好 六里仙境 喔 牙刷 還要換這個後面 這裡 這裡 不同樣的水槽擦下去 現在都要剪後面 要剪得很麻煩耶 為了小魚耶 讓牠在那裡 同學啦 躲得下 你就看著 我們 那個 DIY 生活日常裡面的另外一個臘手 但是他已經死會啦 玩賢哥 男人女朋友 欣賞就好 不要吃 你知不知道 他被打了 好 好 感慌又多 啊 白龍學在整這個 也發出攝影師 啊 好 行賞每天在捕這個 都捕到五六點 現在捕到要剪掉 你們這個 好 好 這樣稍微流離神經的感覺 要回來了 啊 這裡 把它弄好 讓它比較跌耶 啊 之後 這個 荷葉我們把它撥一撥 哇 它是蚵仔 啊蚵仔它現在 我們應該要把它 刷過一些 荷葉不要把它弄破 你看 刷在這裡 好啊 啊 流離神經 大概就這樣了啦 後面再撥下去 啪啪 來 流離神經 2.0全部弄好了 盡量回想那個時候的那個 空間的感覺 然後草的比例 齁 都把它顧得非常完美 尤其是這張那個什麼 門前的蚵仔 齁 看起來非常好 然後 那個 上面會稍微雜亂 那你買後面它就會慢慢恢復正常 齁 它的 植物它會延長 啊然後 旁邊 齁 記錄一下 流離神經 2.0 然後上面一樣這樣子 啊不然我有 早上先把這個流離神經 沒有水燒不清一下 齁 不錯齁 這個是流離神經 好 記錄一下啦 漂亮齁 好